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去吗 是 真的想好了 没去就是一年 会发生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需要这一年的时间冷静思考 上次是我太冲动 跟你提那么无理取闹的要求 作为医生 我们踏入医学院第一天就宣誓 热爱祖国忠于人民 恪守易德 决心竭尽全力出人类之病痛 祝健康至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救死扶伤 不辞艰辛 就是因为我的不成熟 导致我忘记了曾经的誓言 还迁怒于你 我向你道歉 我相信您不要突然这么正经了 我 我有点不习惯 我幼稚的时候你嫌我幼稚 我成熟的时候 你又嫌我成熟 做人可真难啊 家庆 我的意思是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我没打算做别人 可是有些路就是需要自己走的 吃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的路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晚上一块吃个饭吧 不了 我晚上还有事 或者是否这样 用的ج估otta 最后很温柠 要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可以跑来强调一次 我们分手了 不是的 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了 去哪儿啊 小姨 我上次跟你说分手挺突然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我觉得我爸我的人生过得一团糟 我甚至连自己喜欢谁都搞不清楚 是我不好伤害了你 对不起啊 坐 我们开始就是在这个网吧 在哪儿开始 就在哪儿结束吧 贾欣 今天我们再打一场游戏 结束了就开搜口的路 好 收睡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衣服都带够了吗 带够了 你记得带一点日常用的药品 姐 我说去直乡医务人员 这点事情还有你提醒吗 姐 你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吧 我又不是学下一个小孩 行 好心没好抱 我去她呢 来了 周老师 周老师 秦斌没来啊 他没来啊 不来就不来 谁稀罕呢 你去山里边带高跟鞋干嘛 走秀吗 这叫服饭 你不懂 这什么呀 哎呀 我来面膜两盒 什么呀 董 山里头风吹是晒的 一盒保湿 一盒清洁 我就不会变成黄脸破了 回来还是问个小凯 这干什么呀 这 这膝盖上大腿上都是动 山里边凉 吹到膝盖 关节炎不好 你知道吗 你是老年人 你一点都不懂 不准戴这个 这很时尚呢 哎哎哎 我还没走呢 你就不听话了去嘛 你都没能捏我脸 你你你你你 哎我跟你说啊 楼上它可是有好多好多衣服 你可以去穿 哎你别懂 起来上楼左转 右转是我转上的 谢谢 啊 吃货 吃货 爱是最莫名奇妙的交错 这都什么呀 你到山里边穿那么漏干嘛呀 这多好看啊 你别管我 哪儿好看哪儿好看啊 你出去 出去 你干嘛 你觉得我想干嘛 我跟你说啊 师傅 我姐跟赵老生都在外面 你要赶回来我就 ville 再见 小晨 和你 nelle 奶奶 让你到了哪儿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爱情的 我每天都要记得うん心啊 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爱情的 看我心情吧 我心情把 对 我心情对 真是 你说什么 再说一个 我 我 好了 怕了你了 行吧 我保证 我到那儿一定给你联系 算是 这还差不多 机票订好了吗 订好了 周杰文手托的工作 下周就走 怕吗 怕什么 怕我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如果我爱你 就应该让你走 等你回来的时候 你就真正地属于我了 佳宁 对不起 这次我没有办法承诺归机 不需要你承诺 我相信你 姐 是我照顾好爸妈 放心吧 那是你 照顾好自己不许生病 你知道没有 嗯 乖 注意安全 快去吧 我走了走了 走了 小心 别走了 ああ 兄姐 再见 拜拜 只要 怎么了 舍不得我 走走走 那就别走了 好好好 伯爹 我去看你 你竟然去 你不记得给我带好吃吗 好 好 算了 你还是别来了 为什么 我怕我忍不住跟你回去 你该走了 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啊 好 我送你身上 我 我真的要摆着你 我真的要摆着你 到了 给我电话啊 现在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知道没有 照顾好自己啊 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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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但是你不要告诉家庭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有 你 叫我来 该不是陪你吹风的吧 我可没这闲情一致啊 我要走了 去哪儿 回欧州 处理一些事情 家宁知道吗 他知道 是他让我回去的 那你把话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跟我这儿说得上吧 有一些话 不方便跟他说 我只能来找你 那我还真挺荣幸的呀 说吧 照顾好家宁 如果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什么叫你回不来 周小三你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 我都想告别过去 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人生怎么可能分得这么清清楚楚 以往岁月里 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遇到的人 他们总想要追上来 拽住我 把我拉回原来的事 你别说这么多我听不懂了吧 你难道就不应该留下来吗 将您才需要 我知道 可我是个男人 该我负责的事情我就要负责你理解吗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如果老天爷愿意放我 再给我第二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过负责 我一定不会过负责 好吧 只要你不说 那我就不问了 感谢你 总就等你回来 要换我醒来 你的爱 想将会留住我所有重来 希望你 别想怪 赵雅我们可以走了 好 我帮你回来 我帮你回来 你转身抱住了我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好 我逞强也被挖茧 如果 这份爱被锁定时间 命运似做多甜 我怎么可以一个明天 我怎么可以一个明天 我爱你 好了 快走吧 好了 走吧 走吧 别玩了 财心走了 小山也走了 都走了 我 周小山她 嗯 小山她怎么了 好 没事 你们刚才那个拥抱 挺感人的 对了 财心有给你电话吗 发了微信 不过收起电话 每天我下班 这个家伙都睡着了 约了好几次都没约上 看样子她是过起了 日出而做日落而夕的农家生活 挺好的 就给她吃点苦 想她了吧 还好 还好 好吧 非常想 你这些话 你这些话要是让她听到啊 她肯定开心死了 我才不告诉她呢 可不能让这小丫头太得意了 回去以后打算怎么下手 直接找茶水 她不会同意的 她会的 因为我手上有她想要的东西 什么 想听一个故事吗 什么意思 我和邱嘉宁的故事 你说 原计划 本来是我作为商业间谍的最后一次任务 乍书答应我 完成这次任务 她就犯我一条生命 这个我知道 可是这次任务 出现了一个意外 邱嘉宁呢 没错 她一开始 她本来是这次任务的突破口 在我看来 天真 单纯 她甚至对我说 善良是一种选择 真是可笑 我 像我这样的人 从出生开始就没有选择 我当时只想尽快完成这次任务 结束这一切 但是你失败了 我彻底沦陷了 我突然明白 我一直向往的心声 就是像邱嘉宁那样活着 光明 蓝蓝蓝蓝 见过这世间的一切黑暗 却仍然热爱这个世界 相信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 幼稚 太幼稚 如果时间真的像你 像邱嘉宁人本的那样 是光明充满希望 像岚为什么也会遭遇这一切 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她才是最无辜的那一刻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这次跟你回去 有句无回 在你来找我之前 我已经和邱淑决裂了 我回去她是不会反顾我的 信谁 你是那种会三思的人吗 我之所以带一个你回去 是邱嘉宁让我回去的 她让我明白 人不能这么高强的回忆 哪怕是付出一切代价 你让向我们站立 你现在后悔来得及 我不会后悔 这一次 我要轻手结束这一切 真的 阮先生的助理亲口告诉我呢 他们什么时候到 两个小时以后飞机落地 很好 阿子 准备接机 先生 小山这次会来 恐怕来得不善吧 她都到了我的地盘了 我还怕她耍花样 再说了 我手上还有张王牌 您是说湘岚小姐吗 可是她现在这个样子 华斯 准备接机 是 我和是你讨厌 numbers 文财 小山 欢迎你们回家 我要见湘岚 非了十几个小时 还是先休息休息 扎叔 该说的呢 她都已经告诉我了 我知道香兰没有死 您费尽心机地把我逼回来 现在我人已经在这儿了 也不怕我再逃走 香兰的下落 你就告诉我吧 刘山 看来你心里 还是有香兰的 好吧 见香兰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在见到香兰之前 您别想从我这儿 套到任何消息 小山的性格 您是知道的 好 我带你们去见香兰 但是你们 要有个心理损悲 不 我们去 香兰 在这儿 对 当初你为什么要说她死了 秋山 你继续见了向岚 一切就明白了 一切就明白了 我就知道 小娜你没有死 妈就知道 妈就知道 回想来 你来了 妈 我来了 爸妈 你叫我什么 我忘不了小山哥哥 我忘不了他 我好痛苦 我就是赵小山哥 你不是 我就是小山哥哥 我是你的小山哥哥 你看清楚 我才是文昭 我才是你丈夫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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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你们就不会有痛苦 想来 小山哥 你怎么了 你们让我去死 上来 你冷静点香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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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让我去死 香蓝 拖子我走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姜 白轩子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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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叔 你告诉我 向岚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向岚 来 来 来 向岚 来 爸爸看看 哎呀 你怎么收这么多呀 来来 先进屋 来 吃啊 向岚 吃啊 向岚 向岚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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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嫁给阮文昭两年后啊 向岚回家看我 我当时发现她的状态很不好 就个人体弱不堪 而且精神状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就向阮文昭提出 希望向岚她留在我的身边 跟阮文昭拒绝了 就这样 向岚那病 就会耽误下来了 等着阮家 终于同意 让向岚回来的时候 向岚发病的时间 已经大胆度过一个情形的时间了 向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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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呀 向岚 这怎么搞的 这怎么搞的 是文昭吧 不是文昭 是我自己 向岚呢 你不能糊涂 你不能糊涂啊 向岚 可是爸爸 活着好痛苦啊 向岚 我忘不了向岚哥哥 只有身体上的疼走 可以让我清醒 我知道我要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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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岚 我知道我要反复了 向岚 向岚 安静 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都会过去的 都会过去的 父母 会过去的 爸爸 我就是在反复了 爸爸 会过去的 过去的 刚刚发现向岚的经历状态 接近崩溃的时候 再这么下去 我担心她走上绝路啊 所以当年 向岚自杀的内幕 是你亲手策划的 可是这一切 为什么要满着人家 让文昭 不会放过向岚呢 她要把向岚 激进地困在自己的身边 就算向岚死了 也要死在他们软架 可是当年是你 是你亲手把向岚架去软架的 我糊涂啊 我知道向岚要这么痛苦的话 所以我一定要把向岚 从软架给解救出来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向岚的意思啊 她希望她在你的心中 永远是美好的 秀沈娜 回来吧 陪着向岚 永远陪着她 好不好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在求你 回来陪着向岚 扎叔啊 你要的就这么简单 小沈娜 你回来以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哪 直说吧 扎叔 你真正想要的 还是一个计划 对不对 你是忘不了邱家宁啊 好 就算你不想留在向岚的身边 我可以理解 只要你交出原计划 我保证你和邱家宁 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那向岚呢 你这么快就抛弃向岚了吗 在这场交易中 向岚就这么不值得被在乎吗 你在乎吗 只有爱情在自己的手里 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对不对啊 不行 邱家宁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怎么样 要不要我去跟他说一下啊 你想毁了我 好呀 你毁了我 毁了我呀 你要是毁了我 你就永远没想得到赔方 小山小山 你这是误解我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各个所需的东西 对不对 你一直想自己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对不对 你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 现在机会来了 是我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 你该怎么选择 好好想一想 我知道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阿姨 你回去让妹妹多注意休息 按时吃药 谢谢邱姨子 知道了 小李 你把他们送到门口 好 小心点啊 喂 师傅干嘛呀 什么干嘛呀 怎么跟我说话去 我现在可忙着呢 你有什么事快说 忙什么 能比我还忙 我现在可比你忙多了 我告诉你啊 我在这儿可是人美心善 医术精湛的主力医生呢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嘉欣 那什么 你想我吗 不想 回答错误 再来 真的 我天天特别忙 根本就没时间想你 我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 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 临睡间好不容易有时间想你 结果每次都秒睡 你也别太拼了 工作是得投入 但身体也得注意啊 师傅你放心吧 我在这儿可健康了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昔 喝的是山泉水 吃的是走地球 我都不想回去了 什么叫不想回来了 不想回来 你找个人在那儿架了得了 我现在正在物色呢 你说什么 我就不该跟你视频 我挂了啊 我挂了啊 挂了啊 别啊师傅 我开玩笑 你干嘛呀 我要嫁了 你也没人要了呀 你 你 你 决心 哎呀 我好想你啊 哎呀 你酸死了 我好想你啊 那好吧 那我也想你一下下 师傅 哎 啊 师傅 我现在先忙了啊 拜拜 赏你啊 赏你啊 你看你这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 你给自己积点口德吧 必足不满 我难道说错了吗 你看你 天天跟丢了魂似的 哎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 我怎么越来越不与爷们儿了呢 我以为 我不会这么想她 可没想到我怎么就这么想她 我每天都担心她吃不饱 穿不暖 睡不好 你离怨妇也就这么远了 真的 不行 下礼拜 我要请假 你给我替几天 干嘛 我受不了了 我要去看佳心 行行行 你人在这儿心也走嘛 留我一个人孤单吧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不要脸 占我便宜 喂 朱朱 宿馆处前段时间进行了大检修 跟我们合适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你看这间宿舍 空了一年 宿馆处进行维护的时候 发现空调被人为破坏了 她问我们是谁 要这个人本人来负责 那我查一下啊 好 周小山 我记得这间宿舍不是周小山啊 有对事情麻烦我们一下 邱老师来了 那周小山犯的事我跟您说也一样 什么事啊 周老师是这样的 宿馆处前段时间对宿舍进行了大检修 发现有一间宿舍空调被人蓄移破坏了 所以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我在周小山过去的时候 这空调还是好的 为什么周小山一住进去空调就变化了呢 所以说那个宿舍是周小山住我的是吗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周小山做的 只是现在公司管在研 宿馆处也是赵章办事 维修记录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合适清楚了该罚就罚呗 合适什么呀 我看周小山就是为了想跟你住面对面 故意把空调破坏了 还有借口换宿舍 你 你看我做什么 周小山的请假单我已经递交了 为什么还没批下来 什么时候批下来 你们行政部的办事效率就这么低吗 陈老师 我们知道了 陈老师 我们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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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不 我 不 不 不 我 我 我 不 不 平安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神接听 请您 我落地这边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没有一个电话和短信你觉得合理吗 我是按照扎叔的吩咐做事 万一让酋佳宁知道我出事了 后果不堪设计啊 你是怕他担心 还是更害怕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只要你在 陪房就在 你 不给 给我 不给 给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让邵佳宁知道我平安 想要手机 除非我死 不许子 我劝你听扎叔的话 交出原计划 要不叫原计划是我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关系 从你丢下我 一个人回国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生来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所以妄想和挣扎对我来说 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 你也是 我不是 我不是那样的人 就算我曾经走过歪路 我现在也有一颗向善的心 向善 你善良 所以像一个囚徒一样被关在这儿 可惜 你不许走 我偏要走了 你敢走我就敢开枪 开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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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会开枪 你不敢 我真的开枪啊 莫里 不管是你还是扎之财 你们都不可能威胁得到我 我既然来了 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回去 您好 您拨将的用户暂时无人天性 聘定 您好 您拨将的用户暂时无人天性 您拨到我 牧里上的无事 让小川报个平安 也是何行何利的 毕竟这件事情张扬数据 对谁都不好 还是年轻 冲动了些 你说这情情爱爱有什么好的 只会让人丧失理智 冲动行事最后一事无成 阿四啊 人不能做感情的动物 才能成为强者 忙 勿念 有泪有饿 到底是睡觉呢 还是吃饭呢 多把人在发芽 一顿浪漫晚餐 想他一定会喜欢 可是饿得肚子睡不着啊 爱你 太爱了 再多时间斗 一起去猜 爱你 需要一些奇迹 看去 爱是最莫名情要的交错 家欣 家欣